嗨,大家好,我是美安小桃 哈喽大家好,我是Rondo 好,那我们今天的主题啊 就是要来跟大家讲一个 一直在,很多粉丝也在敲碗的 就是美安shop.com到底是什么 好,那我们今天就是用这一本呢 就是荆州刊 因为荆州刊呢 在台湾算是一个非常知名的 一个经济方面的刊物 然后呢,当时呢 因为很多人都想要了解说 美安公司是一个什么样的公司 因为市场上对于美安的 这个传说非常的多 有人说美安是那个吧 又有人说美安是不是这个呢 好,所以呢 那荆州刊呢 其实他当时也为了要了解这家公司 还特别派了一组这个编辑的人马呢 到美国的总公司去采访美安 然后后来呢就是出了这一本 叫做美安超行销利 好,那我们今天呢 就来看一下这本里面 他是怎么样来介绍 叫做美安超行销利 这一家公司 然后他前面title呢 写的超酷 他写说 打造超连锁事业 千万年薪不是梦 哇,有没有很吸引人 听起来很厉害 好,那他里面有提到就是 大多数的人呢 都梦想着能够财务自由 却没有几个人能够真正实践 你觉得是为什么啊 我觉得大部分人可能都是用 用时间跟劳力去换取收入 所以很难达到大家理想中的财务自由 其实好像也是这样子 大部分人不管是老板啊 还是上班啊 其实都是用时间在换钱 对不对 那今天shop.com他提供的是 把消费也可以是收入的时候 梦想就不再只是空想 诶,这句话呢 其实我研究很久耶 当消费也可以是收入的时候 哇,我们来 这个根据行政院主技处 他有算哦 就是呢,你知道 在台湾呢 每一个人就是每一年 存下来的钱比较多 还是花掉的钱比较多 一定是花掉的钱比较多 花掉的比较多 对不对 你知道在台湾其实 家户假如一家四口的话呢 家户年平均的储蓄大约在二十万 一户一年存二十万 其实也算是蛮不错 对不对 算蛮会存的哦 对啊 好,但是呢 你知道花掉的钱是多少吗 一户平均一年啊 就是花掉了七十多万耶 有没有很惊人 一家四口 对,实在很夸张对不对 所以呢 那今天美安他的 美安shop.com这家公司啊 其实他所主打 他所提倡的 其实就是 把这些花掉的钱变成收入 哇,感觉好吸引我 好,那我们就来看一下 这一家公司啊 到底是什么样的一家公司 好,在这个金周刊里面啊 其实他有特别去提到说 这美安集团啊 其实是一家成立于1992年 今年是 刚好三十年了 三十年 对 一个三十年的公司 那你觉得一个三十年的公司怎么样 成熟稳重 但是又蛮有活力的感觉 哈哈哈 还是一个这个轻壮年 对不对 就是正要正可以开始起飞 就是 所以这家公司其实已经 三十年了耶 是非常了不起的哦 好,那公司总部呢 设立 设立于这个美国北卡罗乃 那州的格林斯堡市 念完都 很长 对 好,那这个最厉害的事情来了 就是呢 其实他在2010年的12月 当时呢 这是一个非常大的新闻哦 他去并购了 线上比较购物网站的先驱 是一个叫做shop.com的一个网站 他去并购这个公司之后呢 就推出了一个 就是非常厉害的终极社交购物网站 也就是我们现在看到shop.com 这个shop.com呢 其实是一个全球性的网站 那么他在台湾的网站就叫做tw.shop.com 好,那这个美安公司呢 其实他对于他自己的这个公司 其实他是有一个 就是他的介绍是说啊 美安全球集团是一家商品代理 跟网际网络行销公司 专门从事一对一行销服务跟社群行销服务 好,那我们可以来一个一个来介绍一下 嗯,ok,刚好来看一下 那公司他提供的一个系统是可以让创业家赚起可观的收入 同时为消费者提供更加的一个购物方式 那像第一个话刚刚有提到的就是商品代理这样 那商品代理什么意思呢 就是他不生产制造烟巴商品 而是跟很多的实体的大型通路一样 跟市面上本来就受到欢迎 以及符合消费者需求的品牌制造商合作 那代理这些美国制造的知名牌 并且在Sharekong的独家 Sharekong网站独家贩售 好,那讲到这个商品代理啊 现在是不是有非常多的大型通路呢 其实都有自己在做这个商品代理的部分 嗯,超多的 比如说像最有名的Seven,Seven是什么? Seven就是Seven Slay的独家品牌 那里面其实有很多的啊 像矿泉水啊,卫生纸啊,大恒保啊,City Cafe啊 然后雨傘啊,洋芋片啊 其实蛮多的他都有出自己的自有品牌 洋芋片也有Seven牌的 很多,连什么坚果类都有 有空可以去看一下 我有一次啊,去买到这个生理食言水 我发现它也是Seven 11的品牌 哦,对,很多 好厉害喔,那全家呢? 全家就是Famico类嘛 那很,刚刚讲的那个Seven那些 其实全家,刚好也都有出它的自有品牌 对,我有一天啊,那个下大雨的时候啊 骑摩托车回来,然后去买一件雨衣 发现它是全家牌的 哦,对,而且还比一般人还便宜 对,而且很好穿喔 是那种厚的那种 好,那还有哪些通路他们有做商品带领 像家乐福啊,文艺良品啊,屈城市,康世美 其实太多了,其实都有出自己的自有品牌 对 那这一些就是自有品牌啊 就是对于消费者的好处是什么 哦,我觉得对消费者最直接的就是 价格比较便宜 因为它可以拿,因为等于是 主要品牌的意思就是很简单 就是我这个公司它直接,我直接找制造端 最源头的厂商去生产我要的商品 生产完了商品之后,直接放在最终端 直接送到消费者手上 放到我的通路上卖 所以它省去了中间的大中小盘 还有很多的通路,甚至我要请 请代言人啊,打广告,这些全部省掉 把这些成本回馈在消费者上面 所以客人可以拿到最便宜的价钱 所以意思就是说,一样的品质 但是呢,就是更实惠 经济实惠的价格 对,没错 OK,所以呢,这就是商品代理的部分 那再来,美安公司呢 它除了是一个商品代理公司之外 它同时也是一个网际网路行销公司 什么是网际网路行销公司呢? OK,那原本就做网路购物的美安集团 那在2010年它并购了英国最大的比较购网站 叫shop.com,它并且开放了超连锁 这样一般人也能够拥有一个大型的勾平台 来开展事业 那这个网站,它背后的集团 就是Amazon、Yahoo以及微软三大公司去架设而成的 对,那在当时这个兵购案 也在我们总裁追达登上了彭博新闻的专访 哦,那所以啊,其实这家公司啊 今年30岁了,对不对? 其实它在刚创立的时候呢 就是在做一个网际网路行销 只是呢,在30年前啊 当时的网路的购物 还没有像现在这么的普及 那所以很多人对于美安公司的认识 都是从它自己独家带的商品开始 反而不是从它的网站 那么刚开始它的购物网站 就叫做MarketAmerica OK,MA,好 那后来2010年它去并购了这个大型的购物 英国购物网叫shop.com之后呢 就在市场上呢 就是把它的这个购物网站 中级购物网站的这个基础打了下来 所以它是shop.com是一个全球性的网站哦 它在台湾叫做tw.shop.com 这样,好 那再来呢,它说除了它制作商品代理 跟网继网路行销公司之外呢 它专门从事的是一对一的行销服务 什么是一对一行销服务呢 好,这边有名词解释 那shop.com的超级店主 为购物网站的优惠顾客提供一对一这群服务 那我直接做一个举例好了 何谓一对一行销 那比如说大家其实定期 可能每个月都会去剪头发嘛 那你一定都有自己习惯的设计师嘛 对,那你应该不可能 你剪髮、烫髮、护髮、洗髮都找不同的设计师嘛 不可能嘛 你一定是找习惯的 然后它会根据你的髮质 是干性、油性 你的头皮是怎样的状况 根据你的工作 你的习惯 你跟你的作息 你习惯什么整理头发 跟你喜欢的髮型 去为你客制化量身定做你适合的髮型 那之后可能去两三次之后 你可能也不需要讲太多 它就可以找到 马上找到适合你的髮型 这就是所谓的购物顾问 一对一行销 客制化的服务 对,所以呢 这边有 金周刊上面有写 它说每按同时 也是全球最大的线商零售商之一 除了拥有独家产品跟服务之外呢 还有超过一万家的伙伴商店 一万家 全球真的好多 那它的独有的业务模式呢 是结合 那每按公司呢 有超过一万家的伙伴商店 在全球 独特的业务模式呢 结合网路的力量 跟一对一行销的特点 于是呢 它就打造出网路世界的终极购物网站 那这边呢 它其实有提到说 每按公司是用人的力量 确保顾客获得网路上最有效率 然后呢 最客制化的一个购物体验 那我们这边呢 想要再跟大家多讨论一下 什么叫做一对一行销 好 那这边其实有一些解释 那一对一行销是 人们其实都讨厌被强迫推销 大家喜欢主动购买 对 所以其实呢 我们很讨厌被别人强迫 你知道 你叫我一定要买这个 我就觉得很不开心 但是呢 事实上我们每天都在花钱 对不对 我真的超爱买东西的 大家都有买自己很喜欢的东西 好 这就无需去考量什么推不推销了 对 那所以一对一行销 它就是针对今天我们的人的这个特性 它来发展出来的 所以什么叫一对一行销 那 就是为顾客找到他想要的产品 以及为产品找到合适的顾客 那就是每按公司在做的 那每按公司的入口网站 现在已经成为一个大数据了 因为他要去调查搜集 分析顾客资料的主要机制 等于是他会客制化的去显示 你曾经搜寻过的东西 你爱买的东西 它都会优先显在上面 你就无需一个一个图法链钢的慢慢找 这样子 这是非常需要大数据化的统计资料 难怪 难怪 难怪我现在呢 点进去这个我们自己的shop.com 都可以看到说 你曾经浏览过的商品 还有呢 你可能会喜欢的东西 哇 那你可能会喜欢的东西 真的很多都是我喜欢的 对 可能吃的啊 衣服啊 包包啊 可能鱼油啊 这种都很基本 这样都被公司发现了耶 好害羞喔 真的 所以简单来说 供应产品 把顾客带到产品面前 而不是强行推销 凡是顾客想要的产品 每按公司都能提供 好 所以呢 这其实蛮厉害 对不对 所以我觉得像一对一的这个购物过问的模式啊 同时也是我们这个超连锁店主在做的 因为其实我们都非常了解我们的顾客 嗯 然后呢 我们也都非常了解我们自己的产品 所以我们的工作就是为我们的顾客 找到合适他的商品 毕竟我们的商品这么的多 对不对 那同时也为我们的产品找到适合他的客人 比如说像我的顾客呢 他要买洗髮精的话 他就会来争取我这个购物顾问的意见 问我说 欸 Coco我的这个法质呢 他可能是 我是油性法质 你觉得哪一罐洗髮精适合我啊 那因为我们是一个品牌代理公司 我们又结合了这么多的厂商 所以呢 我自然可以找到适合他的商品推荐给他 好 所以这就是一对一行销的魅力哦 所以呢 每一个顾客找到他合适的商品就是我们的工作啦 好 那最后呢 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事情 就是现在啊 其实是社群媒体行销非常的蓬勃的一个时代 那所以美商公司呢 也搭上了这一个非常厉害的风潮 他就是运用社群媒体行销是最厉害的一个商城 所以 什么叫做社群行销呢 OK 那 因为其实 随着全世界的网络网路非常盛情嘛 大家都习惯滑手机嘛 那社群不断壮大 IG啊 Facebook啊 Twitter啊 甚至微博啊 都太多了 所以社群购物力量 为什么非常强大 因为研究显示 90%的消费者 他信赖 他相信朋友的建议 只有14%的消费者 他会相信广告 由此可以发现 口耳相传的 口耳相传的广告方式 是印象消费者最有效的方法 这就是所谓的社群行销 可以在短短的几秒之内 向城街上的朋友分享他最喜欢的事物 先再听一下 你外面很吵 听得到吗 当然听得到 一定会有到的 所以呢 所谓的社群购物啊 指的就是 像我们现在大家都会运用自己的社群媒体啊 通过这个社群媒体 像我们自己身边的亲朋好友 告诉他们说 我们自己在shop.com上面 非常棒的购物体验啊 就是 就很像我们去看每一场电影 就是会把这个 哦 电影好好看哦 分享给我们身边的亲朋好友 是一样的 好 那我们的今天的影片就到这边啦 我们接下来呢 下一步会帮大家 就是介绍 什么叫做美安的超连锁事业 好不好 所以如果你喜欢今天影片呢 那就欢迎帮我们 按赞订阅分享哦 好 谢谢大家 拜拜